哈囉大家好這次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六種職業 一些簡單的戰鬥演示吧 首先我們再來看一下劍士這個職業吧 還有雨傘耶 好 普攻 黃旗 黃旗感覺不錯 群體技能 好,露爆 很像兩個小朋友 很像兩個小朋友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服饰好了 你看谁受伤的啊 他受伤了 要点击他 小姐 最好 其他 还能放下 小姐 就跟他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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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霸之陣,可以抵擋傷害喔? 第二招是攻擊人 攻擊敵方目標 聖屬性魔法 天使之赤福 他這招 提高友方隊員屬性 他快死了 我還要幫他補血 他快死了 這次是魔法 魔法師 敵人 敵人 魔法師很不錯喔 這是兵劍術啊 火劍術 一個兵一個火 攻擊看起來是一樣的 群體技能 雷爆術 雷爆術 指向技長 最後是什麼?火焰之壁喔 會有一個阻擋牆 這個就是火焰 火焰的 火焰牆壁啊 好了,這是法師的 有一陣子 購物 並從材料到我們 發射 惹 隐秘 路过的南台 挺可爱的 伤害可以最多打十只 独属性 独属性 施毒 中毒了 独属 独属 股公60%的几率会中毒 这一支 好 再來看商人 這邊來看好像只有兩個技能 全力揮擊 好像在砍柴喔 金錢攻擊耶 哇 無屬性傷害 這個讓我想到忍者 手推車 最多十隻魔物 可以進行攻擊 把手機拔起來 直接砸向敵人 身體變狂 這商人 看 看起來倒是挺像流氓的 再來弓箭手 2連幾 衝鋒鍵可以擊退 鑑魚 扇形的 扇形的 好大的一隻花生啊 好吧 那麼職業演示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之後再次再見 。 再見 。 。